上回书说到 沃龙凤厨在荆州赫赫有名 可是刘备竟然没有听说 水晋先生司马辉一挺沃龙凤厨 徐树也更加的推荐诸葛亮 这才使得刘备决心要找到沃龙诸葛亮 刘备于是准备开始进行拜访 诸葛亮 自孔明 好沃龙 诸葛亮于汉林帝光河四年出生 在狼邪郡阳兜县的一个官吏之家 诸葛是狼邪的望族 先祖诸葛峰曾在西汉原地时做过私立校尉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归 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城 诸葛亮三岁时母亲张氏病逝 诸葛亮八岁时丧父 与弟弟诸葛君一起跟随由元叔任命为 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妇任 东汉朝廷派诸号取代了诸葛玄职务 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刘表 建安二年 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 汉献帝已从长安礼爵手中逃出 迁到了曹操的许县 诸葛亮此时已十六岁 平日好念梁富盈又常义管重 乐意比你自己 当时的人对他都是不屑一顾 只有好友叙述 崔周平等好友相信他的才干 梁富盈是啥啊 可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啊 而是丧歌 是死了人才唱的 你想想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天天窝在家里种地 而且经常唱丧歌 还爱吹牛 自比管重乐意 这是什么形象啊 那真的是好吃懒做 不务正业 不思进取 人家都去做官了 他天天窝在家里当宅男 他与当时的襄阳名是司马辉 庞德公 黄承燕等有结交 黄承燕曾对诸葛亮说 听到你要选妻 我家中有一仇语 头发黄 皮肤黑 但才华可与你相配 诸葛亮应许这头轻视 赢取他 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 乡里甚至做了句谚语 莫作孔明则父 正得阿诚仇语 你看看 自己是农夫也就算了 别人说自己吹牛也就算了 就连娶媳妇也被大家嘲笑啊 所以诸葛亮啊 在出生之前名声实在不好啊 但是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黄月音啊 其实不丑 而且是个大美女啊 诸葛亮取到了 别人都羡慕嫉妒恨啊 于是就开始诋毁诸葛亮 但是 诸葛亮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 要知道在古代三七四节太正常了 诸葛亮对爱情始终是从一而终的 在此 可以给诸葛亮加十分 当时 刘备依附于刘表 屯兵于新野 后来司马辉与刘备会面时 表示 那些儒生都是见识浅漏的人 岂会了解当时的事务局势 能了解当时的事务局势才是俊杰 此时只有卧龙 奉主诸葛亮右手徐术推荐 刘备希望徐术赢亮来见 但徐术却建议 这人可以去见 不可以令他去就到此 将军夷屈尊以相访 刘备便亲自前往拜访 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讲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说了 啥 三顾毛鲁讲完了 怎么跟我听说的不一样呢 怎么细节跟情节少了那么多呢 估计您是又是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了 真正的历史就是记录了 去了三次才见到 至于怎么去的 细节是什么 还真的没有 至于为什么刘备会跑了三次呢 是不是诸葛亮躲着他 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刘备去之前 是不可能提前通知的 要知道 要知道诸葛亮也有自己的交集圈的 跟朋友出去喝酒 交友什么的 哪里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呢 所以刘备去的时候 可能正赶上诸葛亮不在家 所以去了三次 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了 与诸葛亮相见后 刘备便叫其他人避开 对他提问 现今汉事衰败 奸臣假借皇命做事 皇上失去大权 我没有衡量自己的德行与能力 想以大义重振天下但智慧 谋略短小 不够 所以时常失败 直至今日 不过我志向人为平易 先生有没有计谋可以帮助我 这个是刘备的原话 那么诸葛亮是如何回答的呢 诸葛亮跟刘备出山了吗 我们下一次详细的给您说